看來並不是很老的建築 一現況留下來的話 它可能就是如剛才的論述 它是變成這整本區歷史建物的附屬建築 它可以給未來來本區 勞覽或進入的另外一個面向 也就是從後面 那這個是從另外一個角度 就是它未來人法再利用的一個前後中性的可能 所以在這一點的話 那我一方面其實是非常支持這個王慧琳老師之前的論述 那個事實上也很精準 那我個人大概就是同意這個112六一式建築 是有關於它未來可以整齊 配於這個能進出 然後可以在裡面想 就是這樣 等一下 這邊還沒有聽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禮拜四加要怎麼修訂 禮拜修訂 謝謝 這個範圍擴大那個 附屬設施的部分 是每個老師都接受的 大概只有王慧琳老師跟李老師 李老師是覺得附屬設施是可以接受的 王老師我不知道 附屬可不可以 一定有東西 對 對 那其他 我們可以作為再利用附屬性的設施 對啦 就是 對 可以用 那可以排除 也可以排除 可以想辦法 對 老師我知道你的意思 它就是可以再利用附屬性的設施 對不對 那原則上也等於說是附屬一部分 應該沒有錯 沒有沒有 其實跟附屬沒有任何關係 那 好 就是再利用人必要性設施 如果再利用不用他 那他就 老師因為 有規定 再利用必要性設施 其實還是可以應用到陰影計畫 對啊 然後另外 如果歷史建築的身分 當然也可以獨立給他一個名稱 我看 其實 願意給他歷史建築的部分的好實際 佔多數 因為我看到資料上面是這樣的 對 但是我的看法是他其實 不是那個行務所這個名稱下面的房子 當年蓋房子 但是就是配合金山能力過關的時候 隔續車可以拆掉 所以後來就可以 可以加建 但是學加建的上 可以建 可能是其他事情 所以在歷史建築的身分上 我覺得是不需要 但是在利用他可以動 沒什麼問題 比如像那個 我剛剛覺得165173175 他還是到任務 因為其實能夠確定的部分就是 在利用必要性的設施是一定可以 然後地號的部分也沒有老師反對 所以他一定要在那個 他一定要在那個 他一定要在那個 那個 那個 公告的定爐組織範圍上面 所以才要擴大 如果沒有擴大 就不能用這個 再用第二天子設置這個名氣 再把印上面寫下來 這文字集給的寫的那個 零件是這麼講的 所以剛才討論的是不是這樣 比如說 地號145 是納入 145-1 145-1 對 剛才第一個講的是145-1 對 這一棟12號是在146-7 及145-1 這兩個地號上 站到這兩個地號 145是道路 145是道路 就是說 金山南路2段1月2號 然後這個部分就是按照 剛才我原提到的 納入定爐組織範圍 屬於這個 再利用必要設置 做規劃 至於165-173-175 就是以這個 非利件的這樣的一個 這個原則或者是 規制 規制就是說 再配合未來整體風貌 再利用必要設置 也是再利用嗎 對 就是納入吧 納入但是它還是非利件 但是又在配合陣子 但是又在配合陣子 對 對 好 就是這樣 165-173-175的土壁 已經是土風道的部阻 所以問題可以再用 OK 雖然它不是利息的 對 對 那如果依然照案的話 就是要擴大 補益的通告 補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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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樣這兩個解決 其他都照補益 補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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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如果可以讓我們這個案 就照這樣修正通過 好 來 審議案 審議案 3 執享市民補益 零記戶國產寺 補益範圍審查案 進行審議 那依據文化資材保存法紀17條 補益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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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益 補益 文虎 補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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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現行公告的內容 他的口述的古蹟本體 古蹟 古蹟定博 土地範圍的內容 跟現行的文資法 跟現況都有落差 所以為了後續的 古蹟辦圍引擎 文化局在107年1月11號 辦理古蹟辦圍的確認會攤 要請專案小組 黃衛軍委員 跟李天拉委員 張勳正委員 都會出行的委員 到現場會攤確認 那經專案小組現場會攤後 主要的結論重點一下 原則同意本次的古蹟定博土地範圍 讓古蹟本體增加 臨近戶國才是非等對象 然後三門外的大底石 不納入古蹟範圍 即因圓山影子增進考量 然後並且進行深入考古研究 後續要請文件管基因部 就室內的石碑石像跟石弗等 進行行為價值認定 本次的古蹟認定範圍 然後將續行送本次會確認 然後並後續辦理古蹟定博公告作業 那是當時的民國87年的原始公告 那本次會現看後 建議的古蹟定博範圍 尾側是不包含地藏鞍 南側界線則依現有的四方的圍牆連接到 大底石後方到入口處 然後續接到花博園區北側的 既有的欄杆園區步道跟 並環繞開山石鼠墓的綠帶 跟現在東側室友的圍牆圍界 那本次的範圍主要是一共有九筆地號 那除這個古蹟本體部分 除了大雄寶殿跟三門之外 還包含了像石鋒就是紅點的部分 石鋒石碑等標記物 包含地藏龍相關第三石像 這些石碑等對象 然後還有公換格移植 那本次移植的部分是下面綠點跟大底石碑 那黃色部分是本次的修正範圍 那這是現況照片 這是古蹟本體部分 就是大雄寶殿跟山門 然後這是新增的寧記護果禪寺碑 那這是開山石竹墓 那這是石板路石條跟石器石壇接 那這是風川和雨子 是原來的石柱跟財界的部分 那這石碑之一是五重石塔跟石紋碑 然後還包含後面的聯邦塔玄機大居士塔 跟德安秀大和尚塔 那這是官司還有包含官司在石像跟地藏王像 還有包含這個八角塔石台積 那普蹟本體還包含這個台北市 台北新四伯八十八個所臨場的九尊石否 它主要分布在上面的一個廣場範圍 那這一個大底石碑就是建議不納入古蹟範圍 應該是要以原山移植整體去考量 那你辦的部分是你請同意變更 之下是定古蹟 古蹟護國禪寺的種類位置或地址 古蹟及其所定著圖地範圍之面積及地號 那變更公告事項 建議變更後的古蹟種類為寺廟 那位置和地址更改成台北市中山區 玉門街九號 那古蹟及淨口土地範圍的地號及面積 古蹟本體為大同寶殿山門 那臨近戶國禪寺被開在此竹墓 那石板路石器台結封 包含五叢石塔斯文碑 聯方塔循跡大居士塔 德安秀大和尚塔 萬字在石上地藏王巷八角石塔 石台間 然後台北新世佛八十八座所屬 林場的九所石佛 然後建物無根證號登記 同次部分主要是本次變更的部分 那古蹟及地所屬土地的地號及面積 其實變更共有九筆土地 那宏殖的部分就是主要是這次變更 或是新增的部分 那土蹟定著土地範圍 北側就包含地藏安安側界線 則依據現有的圍牆連結至大底石後方 至入口處 然後續接到跨國園區的側及遊覽 跟園區步道並環繞開山石 祖墓之旅帶跟東側現有的圍牆為範圍 那變更領遊和塔令一級就是 第一點就是配合門牌整邊及地級分割 然後第二點依據古蹟線跨畫定古蹟範圍 那四中與禪室相關的石碑墓葬 定著謀相等聚文資價值納入古蹟本地 那法例依據是依據文資法第十七條分 古蹟廢址及指定及廢址審查案法 第二條第一項第13法指定基準 本案提醒本委員會審議並以原意後半後續 以上 文化局說明完畢了 那臨近戶果產市這邊有沒有什麼需要补充來說 直接進入討論 有需要补充說明嗎 那好 如果有的話可不可以推派一位代表 你不要补充 要剪到剪刀 要剪到剪刀 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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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它沒有像還有一種客製專業的功能 事實上有進行為效益的功能 經過我們這23年來 大家的努力 事實上我們還存在了很多的問題 除了我們要繳交在送安寧的運行過程當中的年級金額之外 我們更需要把所有人已經是存在的食指衣馬舟 馬替林理財務員 相信這一陣子大家的努力 佛菩薩都看得到 我們各四方成為一個獨家人 我們在此祈求佛菩薩加持 曾經為臨濟聖法國獲得所有人們祈賞平安 也祝福我們臺北十四政府政府順利 相對有座面的一些補充的資料 我們麻煩王律師來各個補充 主席各位委員 大家好 那這個就是我們這個案子 當時希望是做一個編分 那這些 這是以前有市地補給的一個範圍 大概我們帶一個委員會帶著這兩次 那這個是當時在波多高老師之前 在研究福基修復教探研究的一個計畫的時候 那他會有整個發文的建議 那大概是這個樣子 然後這個是我們這一次 就是在105年的時候 是同一被查的一個 市令補給幾乎上次的補給風化保存的計畫 這個方法 那我本來想說這一次變成要按照這個方法 過分 那經過就是今年1月11號 然後他堂 然後長官有 長官的會員結論 那我們就是在這個 就是文化的這個部分來看 就是說宗教文化來看 我們其實在示範來看 就是說對於這個大理石 然後有三這個部分 我們去檢討 市長 如果我們在示範 就是這個 我們在示範 後來的這個 這個規定的過程 還有這個 這個 土地變更的過程 都來 視乎 還有最後一個 大理石 這個會示範目前就是在 因為那個 有所謂的 那個 那個 土地租用的問題 所以 最好不在地盤討 所以 示範目前就是要被對方大概一千多萬 那壓力是三千多萬 對示範來講經濟壓力非常沈重 所以後續的變分教育 希望就是說能夠 能夠就是希望市府跟各位到時候能夠大力示範 大概是跟別人一樣 謝謝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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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的外婆婆本來是在新竹青草宮的營營室 那現在把她移到貴室來 所以我在這邊經常出現 我是覺得這個基地裡面 包括那個四國八十八的營營所謂的十尊 其實在那個關於山也有 關於山的另外那個叫什麼事 就是 對 對 她一路下來本來有108尊 那我覺得這裡也有太多重要的element元素 但是我們先只看那個復活殘室 但是周邊的環境呢 你看你們各位看看這裡 你們都把水泥都給補住了 這個基地有點像那個殘除山或榜藏年 是台北很重要的幾個遺留下來的那種叫高底 她具有那個地標性 所以我覺得 老實說我覺得 除了這個古蹟榜純之外 我們當然重視你每一個點 但我覺得廟方應該要出錢 或我們文化局要協助她 好好整個做side planning 你們現在做的東西 都是用水泥 不透水的 還有不鏽鋼的那個扶手 那跟那個護國殘室本身那個caratone 我覺得是南原北側 非常非常的可惜 那各位知道 有多少人爬到上面去看美術館 去看飛機 去看我們的其他那個 我們的人山遺址 所以這個點對我個人來看 我覺得非常非常可惜 就是我們現在看到點面看到全貌 我覺得這個全貌的 不管花錢去做整體的改變 還有很多老樹很漂亮 你這裡真的是寶地 但是現在就是一個一個做 隨便做 我就覺得看起來很痛心 老實說 那郭東端老師也跟我講說 做完那個護國殘室以後 終於沒有人管 這個是我覺得 台北市非常可惜的一個地方 那我們希望應該有完整的計畫 謝謝 謝謝主席 讓我們先來幫忙 我們剛剛在那個簡報最後面 有一個配合保存回顧計畫 有一個未來 當時保存回顧計畫在審查中 我們要求未來的E-mail是什麼 那我們其實剛剛老師這個講的 其實是非常對的 這個是倒數兩頁 應該是在這一個 這一個跟這一個 有這個簡報 這個是因為現在地跟三個建委 其實地是公有的 所以然後又涉及了水源在一起 所以然後示範下來要被追到三千多萬 所以其實是壓力很大的 那他們有想要做 所以他們也請建築師的利空號去配置一個 就是說以大雄寶殿現在日式建築為一個核心 他們日式建築的核心 去做一個未來的一個模擬一個構想 那我們在這邊 我這邊就是說師父也在這裡 他其實他是有這個想法 是希望將來趕快變更 然後他按照他們的長期文化 他們對台北市他們也是有這個熱誠 所以他們 所以這一塊土地是非常熱誠 這邊的師父 他是在從小 大概十來歲 又一直在這裡 然後輸家 那到現在一定六七十歲 所以他是在這個長期生活 所以是他對這個長期是非常有關係 所以是這樣子 謝謝 請主席 其實這一塊地比較麻煩 大部分委員也知道 不只是 四方有土地的需求 或是有國產 國有地 市有地的問題 另外他其實最重要的 等一下薛老師 其實這樣子有提過 不知道薛老師 願意再提 其實他裡面有很多文物 跟土地其實是跟 國定移植是重複的 重疊的 所以將來其實他這個 剛提的那個開發案 那個 文字局裡面其實有很大的影響 未必會讓他開發 就算有 土地問題解決 還有 國定移植的問題 那包含原山的範圍很大 他事實上都不能嚇我 幫他低下 所以全區封號的保存 剛才都有問題了 對 我們就算做出來 其實都要到文字局去審 因為就是 國家封號要的影子 你可能幫他姓惡老師 都沒有清楚 現在就是說 市政府跟庫國產市 來照來講 單點規範之外 全貌 他的這樣的一個報酬 我們可以做 我們其實 幫他的建築行為提出來以後 不是 我們可以整 不是 現在就是說 他這個庫國產市 反而現在今天定了以後 他周邊 郭老師講的 周邊的部分 都要讓他去 防飛上 那這個我們能夠做 不太準 不能做 不能做 那我覺得中央 宏浩布也有責任來行駐 各位看他每一個雕像都非常特殊 可是現在就有點像亂七八糟 你覺得散購 可是我們不能 等於說我們不能見死不救 我們就變成旁觀者 像我們要發掘的時候 其實都提出一個行為規範 再送到中央去 那他還是說 會有表面要附圖 什麼 然後多少分別 那一次不能動 他大概現在中央對這塊地 其實還沒有承認 就是消解 那包括我們要做那個 陳博 事實上也是因為這樣才卡斷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到周圍人家講 我們今天第一個 我們有這個案子 不過 第二個就是說 周邊的部分 如果我們這個部分 我們認識發 還是中央 讓他做一些相關的管制 或者是保存的措施 就最起碼不要讓他再繼續拖壞這樣 我們發作 可以 不過原則上 等於徐老師要票包 我看看 事實上 他這個整個機械 在原來看一次 所以這個應該有雙重的措施 那一個是市定股基 另外一個是國際股基 但是我想 我想這個問題 不管是市定股基也好 或者國際股基也好 或者國際股基 我們講這個主管單位 主管單位 國際股基雖然是無法部 但事實上 所在地的 還是要有一個管理的 還是基本的管理的 所以在過去花部的時候 曾經做一個整理 但整理的一個原則就是說 你只可以增加 不可以減少 也就是說你可以去填土 不要挖 不挖幾下 就是靠屋子 那這個原山遺址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遺址 可是我們到原山遺址 沒有人知道 問的人 這是我們不曉得 那指著說 哇 這是什麼 所以我講 在這樣的情況下 事實上我們呢 事實上也有一些 責任 要把這個國際原山遺址 他自己才開始 那 有必要去做 那 至於在這個 國常事務 他原來是一個 是日本人所有的民事 那 這個 二戰以後 被搜尋回來 搜尋回來 都是變成共產的 但是中國國教時候 還借助他 所以他們 沒辦法去 那事實上 那他還是作為國教的事 還是原來問題的事 也要做 那 所以現在 我們講 不管市府也好 或參戰局也好 可以跟他 跟他徵收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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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相當的高 所以 我是覺得 事實上 我們跟市府 可以去組合他 一些的要求 因為他每年所交來的這個 這個 當然我們跟這個 還有幾三面講 我們用在這個地方 他們自己去做 做不出來 然後我們現在 上面蓋著亂去 然後造的東西 事實上 他們有的是一個 這個 古籍的人 所以 他們做得很辛苦 但是我們看他 都是破壞 所以 所以我就覺得 他們並不是不盡力 他們也盡力 去修啊 去弄啊 就反而是造成一個破壞 所以我想 既然他是指定古籍 然後他有想法 政府在交這個地點 土地的稅金 對 所以我想 不管是土地的擁有 或者是建築 使用的人 都有利用 來把這個地方做好一些 那如果說 我們把他的稅金 把土地的稅金 能夠 跟財商會三元下 多一部分 來做的鐵 對政府呢 你講話 算是很想 但是對這個地點 反而 也更好 那這個地方 主要是在當年 我想這個 兒一泰漢 在裡面建立的時候 他是 以這個 世老 八十八針 那個 那個佛祥裡面 也八十八針 那八十八針 你像這個 在花蓮 他們移鼻針 還找了幾針 不夠 他還到日本去 Copy過來 去做法 弄這個法 那這個地方 原來八十八針 現在只剩下九針 其他都被 你 你死掉 被偷走 被偷走 人家要管你 沒有好好管你 所以像我個人 像李太老爺一樣 我們第一次提上去 哇 才知道你們也能做的寶貝 以前都在外面看看 進不去的 所以現在進去 所以我們覺得 這個地方是 我們主動的去 找一些人去 做好好的一個表情 然後把它原來的 這一個八十八針 照有什麼 可以 做好好的 然後 我們如果做的話 我不想像花的原則下 我想可以做它 因為它那個 離子是在前輩 像那一種 但我們現在要做 從 在維持五號 不想像花 然後把它一些 原貌 或者它一個綠號 我們現在到日本的佛寺去看 它精采的不是它建範 而是它的周遭 那這一個 故國傳是 原來的周遭景點 非常漂亮 但現在是 完全不適合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可以去做 原來的地方 是 那我先請問一下 因為它其實 這裡本來就只有九坑 然後它其他 是分布在其他的地方 包括像陽平山啊 北投啊 還有像那個 現在的天后 西門的天后 都是它的起點 因為剛剛大家都提到這個事情 我想 也許藉這個地方 有一個機會 我們也可以把其他還留存的 要不要還做一個整體 然後針對這個八十八 這場的 來看要做一個什麼樣的 奔路 或者是怎麼樣的方式 我們上次去北投 也有看到 一個其中一人的意思 所以這個 也許可以一個分別 各委員首長 我真的需要這本的 再整體的一個句話 當然就土地的問題 就是困難的部分有了 以前 以前 大家應該知道 舊照片 這邊有一個形式 蓮花池 以前那個 劉一章老師 就是挖掘的一個結果 他的判斷是 這本應該是 台北大福的一個 痕跡的一部分 這樣子的 一個歷史上的一個痕跡 以前這邊還想 像石板路 長島 那這種 這種 那個 還有這邊就是背中 也有像背中 應該這個 應該 全部 至少這個附近 應該整理 應該非常需要 還有這邊 還有很多石碑 那個 那個 管音 應該是 從哪裡 所以說一切都不知道 應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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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 會 需要 在你 我的意見上 教委,他們的意見來講 補充一個意見給各位老師參考 世國88M,剛剛郭老師其實有提到 觀音山上的林林禪寺 那邊是西國33觀音林草 另外我自己過去在基隆有做過冰泉禪室 他自己也有一個33觀音林草 那這個其實是一個串聯的系統 他不是只有定著在林祭護國禪室而已 那這幾尊佛是不是這一個應該資料查得到 他其實是比較偏日本人 所以包括那個草洞中的那個洞和禪室 跟這邊其實也有關係 那所以這個觀念其實是一個 比較區域性的一個觀念 那不是北部地區有而已 南部地區其實也有 比如說那個鋼山的那個曹峰室 他其實都有自己的一套系統 那所以他基本上我們看待他的時候 其實不是只有林祭護國禪室的這幾尊是否 那他應該是一個區域範圍的 這個提供給各位老師參考 還有委員說明 大概這邊現在有幾個方式可以做 就是今天擴大5G的範圍跟他的指定的幾個物件 可能還是要做 今天最重要 那再過來是他如果下去的話 這邊大概施定古蹟的範圍內 要單獨就施定古蹟來做一個 再用一個調查研究 這個一定要做 這是依法的部分 這個就是施定古蹟 就將來就新的範圍這個所有權能要處理 那上次有跟四方談過 四方就是說他們其實已經有一個要做 然後這個部分 那當然市府洪化局一定會協助 這樣主管機關離職 那另外有一個就是國定離職的部分 其實早期包括留宜昌、黃志祥他們都做 但是時間很久 大概做了有十幾二十年時間 那其實應該要重做 那這個重做的東西其實包括涉及到 就中央的權署都有關係 那這個重做其實去年 文化局有開一個會 就整體範圍一起 相關黃志祥老師來站 會九十歲 然後都有提議 其實他們很希望 將來其實整體像 讓日本的那個三內環的部分 是一個很自然警官公園的概念 那個計畫其實還要再很複雜 就是跟市府跟中央都要去談 東亞都市計畫的部分 那那個東西需要重做 你要花很大的心力 然後我建議當然可以 就是剛主席說的 我們也跟中央建議要重提 那麼久的事情 那整體的開發計畫 那如果將來這邊是做完的話 事實上它是受到限縮的 就是它可能會跟市立古籍的想像會限縮 就是將來可能未必市立古籍要 像剛才他們規劃的模式是可以做的 反而會被移植的 國定移植的計畫限索 就是限索 剛才講的那個奴地現在繳的費用 我們可以合作算款來這邊用嗎 可以 它叫做什麼 它其實是四方繳給那個 國有地的租金啦 不是稅 是租金 對 光租金就很重 但那個租金也 對 不是我們的 我可能會不會找到 為了 若仔在修復這個 為了頒文保證的時候 四方啊 有資助的這個八千多萬 當初來的分數對欠擾 那就是說 西港通過八千多萬來 定這個什麼位 地上的陪伏 那這樣這一個事實想說 一直在走這個法律的訴訟 結果這次的訴訟我輸了 這個八千多萬就是在 因為要來保存這個所謂鼓跡 四方來投措這些錢來把這個鼓跡修復 那剛剛有郭委員提到說 這個整體的一個所謂 這個鼓跡的它一個實質意義 它等下整體的作為一個保存 事實上不只是這個動作而已 這個臨機是它還有一個 涵蓋很大的一個這個作用 然後就是一個這個點 我們跟這個所謂日本的這個討論中 它可以建立一個根法的一個所謂外交關係 這不只是在這個文化迷失這個情況 這讓它下面是更廣的 那也不只是一個所謂景氣而已 它能夠產很多的一個作用 那剛剛提到說這個八千多萬 後來還是漏給這個所謂釋放來承擔 那加上後面這個所謂訴訟三千多萬 這之外真的有做 幸虧說這個所謂一些菩薩這樣子來保佑護士 不然叫這個出家人去上班 那也是沒辦法賺到人家做錢 這實質的一句話 跟你們大家發放嗎 那個依法的部分 就是過去是用那個協議的部分去簽了那個公文 我剛才叫出來 他說可以抵 事實上現在已經完全不能這樣抵 法律就是誰的 將來是誰的補機官有的所有權能的部分就要負擔了 這是法律的部分 所以法院的判決也沒有錯 那現在他們是想用土地的部分 那個我覺得那個不要再文字會人在談 就是你們還是要依現行的法令去跟國產署爭取 是不是可以這樣處理 那我們今天還是就地上物跟範圍的部分來 請主席跟委員來討論 如果這樣的話 委員看看還沒指教 如果沒有指教我還建議 今天的案子就照案通過 那剛才提到的幾個措施 包括國際民事的擴大 在周邊的這些擴大的這些維促管理 或者大家也提到的 是不是要加強宣導管理推重 我們要不要先成立一個委員會 會邀請專家這個中央的一個委員會 這個把它列入請問 那在五花局來跟中央委員會所建議 或是說哪些我們可以提到的先做 總而言之就是說 按照委員講的不要再去破壞了 我們不能夠再把它保持那個完結 但是一絲 破壞都不是好吃 這是第一的 第二個剛剛講的就是88分的部分 雖然限定原始本來就只有9分 那那個東西的正義界 我們是不是要做一個調查計劃 我想熱情文化局來研究 經費 如果是經費的問題 我覺得應該不是問題 去看我們文化局局 就是我們在支援 能不能夠做到那樣的進階 要不然的話就起一個叫教材 一個計劃 正可以當文化局來研究 好不好 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就這樣 隨著我做加兩次研究 好不好 好 下一關 審議案4 本市中正區永春街131向3路1號3號建物 文化最想價值審查案提起審議 本案依據文化資產審存法第18條 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登入 配置審查及補助版法 換你情形 加爾新春前於104年8月17日公告 登入為本市歷史建築 相關復建築請可原參閱復建一 本局於106年委託才能發了 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 也做發展資金會辦 異史建築加爾新春修復載載輸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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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受多單位居歷史建築並考量歷史建築及中編環境負整理性 建議將功夫後期 工理部軍閥局進出使用作建築 納入歷史建築並擴大範圍 冬村街131項三樓1號 第三號 建築錯路土地為台北市中正區 國和斷二小段18015 223 24 25 261號 建築五建號登記 原為入工諸法主辦公司 控改建為將官紙社 以陸為兩成東京縣屯輸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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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城 史建築所有權為中華民國北市及105位私人共有 本田商務本局於107年1月31日 邀吉 旅行人委員等國會委員 犯理東正區永春林參議項三動一號 三號 文化資產價值審查專案選舉委談 經委員綜合討論 同意貸建物與文化價值資產 定考量加害新增保存 但為之整體空間應用合避性 建議擴大立資建築及應酷指定範圍 綜合委員制建立下 據文化資產價值考量 既有的意見 分佈福利 顧及生計性 及未來福祉保存 建議給予文殖身份 依序地區性建造物類型 特色電力分入文殖實踐組 原為日人宿舍之一 但物資供應物競速使用後 改建為法式協定住屋 由一二層小樓 規模大後改為雙屏使用 可視為一個有機組合 三號 嘉賀新村市由日治時期 二戰後製軍方建物所組成 既有外國空間 防空洞與高階珠關宿舍 是從環庸和住宿空間集體園 共同組成一個較完整的故事 那這為原始地見公告的公文內容 那它的位置原先公告的範圍是 嘉賀新村是永春街131項1號 永春街131項5號 及永春街131項3 用4號疾放空洞 那其這次公文的內容 底下可以看到原地實建築範圍的 可以看到藍色部分 綠色部分跟紅色部分 是原公告加均存的範圍圖 那套節這一次地級地形圖 是藍色空洞的部分 是這一次本市會攤 容春街131項3 用1號疾3號 還有杭照圖的位置 那與原先歷史建築本體 公告本體為自橘色的部分 納入這一次 永春街131項3用1號疾3號 藍色標示的部分 那這次現況照片 就是131項3用1號 建物配度跟 這次永春街131項3用3號 這是永春街131項3用3號 建物的外觀及內部的空間顯況 然後你辦 本案你請同意變更 歷史建築家庭新的位置或地址 歷史建築執行 並做築地範圍之面積極地 那原公告的 就是請委員參見附件1的公告內容 然後變更後的歷史建築位置 及其所定爪土地之範圍 還有1號是新增了 永春被131項3用1號及3號 變更後新增的 永春街131項3用1號及3號 建物為歷史建築家庭新村建築群之一 同時增落位置180之5的部分 226部分 223部分 223部分 224部分 225部分 變更旅遊及西法令家庭新村建物 依舊不同時期 是增蓋建所行程 只有 辦公室 防空洞域 軍關住宿空間及庭院 共同組成一個教案的空間 永春街131項3用1號 3號 建物為歷史建築家庭新村建築群之一 以為歷史保存及再利用完整新 納入歷史建築範圍 教案新村整體空間運用很合理性 建議擴大歷史建築所定住土地範圍 法令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18條 歷史建築紀念建築 登入配置審查及補助辦法第2條 第1項第3款登入基盾 那後續可以請委員參建圖用的部分 定做土地的範圍 台北日通任區符合段隆小段 1815-226-2324-25第1號 是有這個橘色的部分 那這一本次會談大陸 藍色的部分是永村建議三印象三弄一號及三號 本次審議決議範圍辦理保存範圍面積測量後 由文化局進行訪判 電跟通告事宜免提送本委員會審議三 本案提請本委員會審議定義審議決議辦理頭緒 跟主持還有委員報告 今天共有兩位民眾登記發言 那我們是先請第一位裕良貴先生進來發言 每個人三分鐘裕良貴在哪 這邊 我們是節省時間 我們先請第二位吳芝林小姐 說明完三分鐘之後 再請孕兒貴先生來 請到 各位文言好 那個嘉盟新入村的這個案子 其實是在我們台北市的一個都市計畫的分化裡面 然後文化局在去年9月的時候 也有對這一塊的範圍 然後來作為一個都市計畫跟文資的一個整合的問題 那我想要表達的就是說 你看去年 昨天跟前天 花蓮跟台北地震大家都有感 那我覺得一個都市計畫的一個推動 其實最重要就是人身的安全 那我們現在在台北市那個房子的密度已經非常多的 所以我們需要的其實是更多的一個都市的文明跟公園 那這一塊其實我覺得那個文化局它規劃的非常的好 然後跟那個都庚處也規劃的非常的好 可以讓那個台北市的那個綠地更多 那綠地現在因為我們霧霾在全台灣也是一個問題 那公園的綠地呢 越多的話 還有就是民眾避難的地方越多的話 那這一個的那個成譽的保留呢 它就會更完整 那以上就是我的報導 謝謝 那我們的預言會 那我們的預言會 好 請把握時間三分鐘完成 好 各位委員大家早安 那我們今天的 雖然我們將今天的案子 是要針對那個大陸教那種的價值做判斷 但是因為很多委員 其實他們很多委員沒有經歷過下屆委員會的時候 剛剛之前的區域怎麼神秘的 其實我們還是要跟各位委員大概評估一下這個脈絡 那我們也有提供香港人資料給各位委員會想 那我們要重新提熱架出判斷 它有兩個主要的一個在建築的價值 第一個是它是在一個大時代之外下的一個列管 它是一個正式的政策 但是它卻是一個非正式的形態 而且我會這樣子 因為它其實在熱架斷的時候 它其實是時代的八號公園的預定地 那後來它在後初期作為一個年輕的軍事通訊 其實它剛剛提到這個案子的那個 今天神秘在案子的那個軍把子等等 所以它其實開始定義做了眷村的使用 那在站另外右下 可以看到它的文明其實相當的一個 有機的一個非正式的狀態 跟一般的那種典型的統一設計 在蓋好像可能 奉戰的黃埔西村等等的眷村 是很不一樣的那種形式 那另外一個因為這樣的話 水它其實村子 他們村子的村民一定沒有 像一般的眷村的那種集會塔 或是那種大操場的那種活動設施 所以他們很多的空間都是因為 因為房子的根源 所以他們去透過他們的生活的共識 去維縮出來的一些空間 像我們就是我們剛剛看到 在房子區的那個維縮起來 那個村口的東西下 是他們利用幾個當面觀測 而做出來的一個空間 作為他們社區的比較有的空間 那我們後來提到說 這次我們在討論版文件的那個 黑套B的部分是 村子比較重視的這個小圓房 跟貨山館 他們以前會在這邊有一些 有些遊市跟辛苦房部的抗爭 就來這邊放電影票室等等的活動 其實我們不能收集 核心區的那個地方 是他們跟幾個 跟其他地方鄭村 就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如果 如果今天的決議 只是一到 提議的那個北區的部分 做保存的話 我們看到的只是一些 將軍的一個管轍 而看不到家庭村 它跟整個其他鄭村 就不一樣的一個特色的空間 好 那我們要提到說其實文化局 早在2002年的時候 就委託 那個聯誼顧問公司 當時有將近七十座的老舟 眷村的一個價值的不差 那根據這份文化局的報告呢 我們看到他邀請很多眾議院的一些 重量級的學者 包含了我們眾議院的 張茂貴老師 他是座的那個眷村族群 是有相當有聲望的一個學者 那當時這份報告評估 家座村 家庭台北市 當時的七十座老舟 眷村裡面的保存價值 是第三名的 跟目前已經有 跟目前已經全區保存的 每個都中醫師 都只差了0點也有5分 可能是5分 可見當時其實 我們在之前看到那個 余大為故居案 過去其實城鄉所做的一個 我研究也指出余大為故居 有很大的保存價值 然後後來卻在文字會 什麼被偷訣 那我們也同樣大門 是說為什麼過去文化局 自己 這個報告評估是文化局 自己偽外做的 他也指出了價值 成很重高 偶遇價值 為什麼在過去的文字會 我們叫七十座保存的時候 他所指出的這區 卻被偷訣 那包含當時報告評估 指出價值的特色 包含有 它是佩麗事件 跟一般的建築實施不同 然後他完全保留日本的建築 跟他很多將軍建設 高比例的將軍建設 就完全獨立的聚落 好 那我們要講就是說 我說簡單結論一下 但是我們要認為說 就古羅宇招這個 目前的保存區的法定的話 他只能呈現這個 將軍建設文化的特色 就是任前期的範圍 當然並無法 把價值吞下的一個 佩麗事件的 最重要的特色把它呈現出來 所以我們希望各位人參考我們的資料 然後再審慎的評估一下 無論是杜巴基或是有法律 有沒有可能在 又跟審慎的方法 配合我們的話 你推到我們所謂的 承安協議案的這個計畫 就是做我們的審慎 做我們的審慎